北京海科融通支付美国分公司在洛杉矶浪亭大酒店举办开幕典礼 海科融通支付总裁孟立兴 前陆旧郡长安多诺伟奇协夫人胡慧玲 前Visa亚太狱总裁张凯纯 美国海科支付服务公司总经理环婷红 腾讯支付平台高级海外商务拓展部经理陈奕婷 北京海科融通支付国际业务中心总经理刘正 好莱坞电影导演理查德·安德森 世界经国会主席美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久 MD3总裁佐和纳等嘉宾均出席并为开幕仪式剪彩 莫里新总裁在会中表示 微信钱包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手段 现已普及中国的千家万户 无论是超市还是餐厅 人们的消费方式由传统的现金 银行卡支付转为手机二码扫描 而美国的支付方式还依赖于信用卡和现金 海科将秉持费用低转账快服务便捷的理念 将手机移动支付服务一步步在美国推广 更好的便利赴美的游客和华人消费者 这个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美国把我们国内 这两年发展比较快的这种胡料网支付 这个RM支付包括闪付能够回流到美国 实际上这些技术应该都是从美国发源起来的 这样在大陆的应用比较广泛比较快速 我们把我们运营的经验还有我们的技术 能够给这个平台提供一些相应力的支持 希望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收担业 能够在美国这个打出一片新的天地来 世界上最会用行动支付的移动支付呢 就是中国人嘛 那每一年到中国这边来的消费呢 现在目前也非常可观 那据这个统计的资料 跟我们自己呢稍微预估一下 目前呢大概一天呢 大概应该有80到90个million 的消费在美国 那这些呢都是中国人的消费 但是他们习惯呢用这个移动支付 包括用这个微信啊或者其他钱包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推一个叫聚合服务 那聚合服务就是说 我们提供他们的设备呢 可以同时收原来的这个Visa Mastercard 就是这种塑胶卡片 那另外呢我们呢 在这个机器上面呢 也能让它开通 像国内来的支付像微信这些 环球东方记者 李宇冲洛杉矶采访报道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但是我们就会做封锁的 这种东西 人心的 然后你就会做封锁的 不是 因为我们就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